在日本,一中三年前發生的富翁暴斃案有重大的震展 警方已涉嫌谋杀,拉了死者当年占婚的太太 怀疑是她毒杀丈夫 鹿子晴报道 25岁的衰藤祖桂,清晨在东京住所被捕 而送到案发的和歌山院 他涉嫌在2018年5月,杀害77岁的富商丈夫 当年丈夫是死于涉取过量兴奋制 警方最新调查说,案发之前 衰藤曾经用手机搜尋并联络兴奋制的卖家 怀疑她毒杀年老的丈夫 又说她身处案发场所的时间 也同死者估计摄取药物的时间吻合 警方在案发住宅一楼的厨房检获兴奋制 会调查是否衰藤处理兴奋制的时候 不小心留下的痕迹 但是当局说,要搜集到足以入罪的证据有困难 会继续调查兴奋制的来源 落药手法和行空动机 案件当年和现在同样引起日本舆论关注 因为死者是和歌山富商,野奇幸作 他生前之风,几周情胜 在自传里面说曾经用了30亿日元 和4000个女人交往 2018年第三次结婚 迎娶相差50几岁 曾经出演成人电影的衰藤祖季 但身分只是大约三个月 就在家里离奇死亡 警方在野奇的围体内 验出致命剂量的兴奋制 但没有发现他有吸毒习惯 加上野奇生前和爱犬筹备仓礼 认为这个白手兴家的富商并不是自杀 野奇的围捕说 会将超过13亿日元的遗产 全数捐给居住的田边市 不过日本传媒说 死者的配偶仍然有权继承一半遗产 但是野奇其他的家人就认为 围捕有可能是偽造 去年日品要求判围捕无效 有线电视记者 绿子城 报导